好我們今天來上第四課 那我們第四課要教大家 自己去定義這個函數 然後跟這個資料整理 一些簡單的資料整理 自己定義函數這件事情重要在哪裡呢 舉例來說 之前我們很久以前就學到了 舉例說開根號sqrt 它是怎麼被寫出來的我們不知道 我們雖然知道它是一個簡單的功能 其實就是0.5次方嘛 可是我們就不知道它是怎麼被搞出來的 好一樣類似這個換底的log log不同底數的這些函數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教大家 怎麼樣自己寫一個函數 好自己寫一個函數的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結構 好首先 你打開這個sqrt你看喔 這個sqrt等於 這個等於的左邊 這顯然就是一個物件嘛對不對 好它等於什麼勒? function 小括號大括號 小括號x x代表的是 這個大括號裡面 它的參數 這個時候x是什麼我知道嗎? 我不知道對不對 等著給人家輸入的 好這個大括號裡面呢 sqrt x 乘以10 所以很明顯嘛 我們輸入數字 然後 在裡面做什麼事 開根號乘以10 這是不是調分數用的 好來我們按它run之後 你會看到右手邊 你看到了 add score 你看到add score這個沒有問題嘛對不對 好接著勒 你如果對這個函數 現在這就是一個新的函數了喔 你對這個新的函數輸入10 它是不是就給你說 10分會被加成31分 36分呢就會被加成60分 70分呢會被加到83分 好所以這個可以理解吧 這個函數的基本結構就是 你給一個函數名稱 它等於 function 小括號大括號 小括號裡面填 等一下你要叫人家輸入的參數 大括號裡面就是你要執行的程式嘛 好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如果我們這邊加了一個y 那y在這裡面 其實沒有y對不對 沒有y也沒有關係啦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好你現在對36的話 欸它還是有辦法出現60對不對 為什麼因為那個 y根本沒有用啊對不對 y有輸入跟沒有輸入都一樣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所以其實 你這邊的參數就跟這邊連動 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樣我們了解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做的事情 來我們第二節課有交到 迴圈被波納奇數列 然後我們可以 我們透過這組程式 我們可以得到 它的前 它的前 20項 好這樣我們可以得到前20項嘛 對不對 好那我如果想要得到30項要怎麼做 好那這把20給人30嘛 好像也蠻簡單的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給人30了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前30項了 所以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就是一個關鍵的參數 那我 組成費波納奇數列 那其實要的程式碼有點多 對不對 大概要五六行 那我有沒有可能把它組合成一個函數 那當然是有可能的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組合成一個函數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費波納奇它等於 它等於 它等於 function 然後這邊是 last sequence 這一個 這就是一個參數嘛對不對 這個參數的名字是隨便你令的喔 你要令X也可以 要令什麼Y也可以 要隨便自己定一個名字也可以 好不好 last sequence 然後它 在裡面 它跟它連動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說 我這一個數字 我只要一決定了 它是不是產生的 這個費波納奇的這個數列的長度就不一樣 好 我現在執行這串語法 看到右手邊 是不是出現了費波納奇 可以看到吧 這是一個函數 我對它打10 它是不是會出現1 2 這樣就是10項 100勒 100有點多啦 反正它就會出現100項這樣 好不好 大概50 我們看50好了 好50 你看它可以出現50項 好這樣 這個自定函數的功能 應該沒有 沒有非常困難的感覺 對不對 其實就是 一些簡單的 就是把它包在一起而已 包在一起有什麼好處 那當然就是方便嘛 對不對 因為 以前 以前我們為了要改這個的話 我們變成要寫一個語法 現在我們一個 一串 一行就可以把它打包起來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函數是很方便的 好那我們如果想要 擴展費波納奇數列 讓使用者指定起始值 那我們還可以怎麼做欸 來給大家看一下 來這裡 這個起始值 我剛剛是定1 1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這樣子 打A B 那我AB這邊打好之後 我在這邊是不是就可以 請他輸入A跟B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我的 函數的Input 總共就有三項 然後他去連動 我現在這樣打 如果只打一個10 他就會告訴我 沒有辦法做 沒有辦法做 我一定要是打 1 1 10 好這樣就會出來 我可不可以打3 1 10 也可以 那就3 1起頭嗎 然後繼續往後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的 這個函數 透過函數 可以很方便的把 需要連動的這些 需要連動的這些參數 把它往上擺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等一下就是 做那個找植樹的那個 那一串語法 找植樹那串語法 是不是很複雜 可是找植樹這個功能 也許 我們還蠻想用的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它 打包成一個函數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那繼續 我們還要再跟大家講一個問題 就是 這樣子 可能會發生一些錯誤 我們來看一下 好242 為什麼會發生錯誤勒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數字 它看起來最多最多 要從最少最少要是3 這樣可以了解吧 它 不可以是2 它如果是2的話 它如果是2的話 它是 可能是沒有辦法做的 對不對為什麼 因為這裡有一個 這邊會有一個2減2嘛 這邊會有一個2減2 2減2顯然是不允許的嘛 對不對 然後我這0個數字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let sequence 它最少必須是3 它必須大於等於3啦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要怎麼避免 你看 可是我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 你的同學丟給你一串程式嘛 就是這一大串 那 你打了 費波納奇242 你看得懂 這個 這個錯誤訊行嗎 你看不懂對不對 看不懂 看不懂的原因是因為 你根本不知道它裡面怎麼寫的啊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看得懂它那一串 是什麼意思呢 所以啊 我們需要 在這裡 我們在寫函數的時候 習慣比較好是 我們應該要 給它一個 我們應該要在這裡 給它一個 if else if let sequence 小於3 我就 告訴它 let sequence 必須大於等於3 else 我才執行這一串 else 我才執行這一串喔 我再做一次 run 它就會說 let sequence 必須大於3 然後我把這個 數字 直接改成 3 直接改成5 它就可以work了喔 好 所以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欸 這個 你必須這個 你在寫函數的時候 你必須有良好的習慣 你必須有這個 if else 這個良好的習慣 好 那這樣子 你可以把cat這個函數 換成messenger或stop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好 假如說cat這個換成stop 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stop的話 它出來的就是error 以XX 對吧 如果你用stop函數 它給出的 這個 給出的這個訊息 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用cat的話 它給出的是 黑字 不明顯嘛 對不對 那我們試試看messenger好了 Messenger就是 會是紅字 但是 它沒有前面這個error 這個error error訊息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根據你要給使用者 不同的訊息啊 你可以決定 你要用cat 還是用messenger 還是用stop 這樣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希望它強迫停止 這個問題實在太重要了 你不可以忽略 那你就用stop了 如果你想要讓它明顯一點 你至少要用messenger 對不對 因為紅字跟黑字實在差很多啊 那個cat就只能夠出黑字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今天的第一題練習題 非常簡單啦 這個 我們 直數是這麼找的 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當初找直數的這個 找直數的這個 函數嘛 對不對 也不能說函數 語法 這樣我可以找到100以內的直數 那我想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是 我需要把這個 這個maxx顯然是一個 我想要 組合成函數的一個關鍵參數嘛 對不對 我這樣子 我以後想要搞一個 我直接打一串 一行 然後1000 它就可以把1000以下的直數都給我了 好 請你把這個打包成直數啊 這個 打包成函數 這應該沒有很難 大概給大家5到10分鐘的時間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就是 這個函數 要怎麼把它打包成函數 我們已經發現了 就是這串語法的關鍵 就在 maxx這裡而已嘛 對不對 好要怎麼打包成函數呢 我們可以先 隨便喊個 abc 它等於 function 小括號 大括號 好 這就是一個 函數的基本結構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吧 對不對 好接著 你把這一坨 下面這一坨 全部 你不要maxx等於100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等一下我們要輸入的嘛 對不對 把它放到這個大括號裡面來 接著咧 把maxx放到這裡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產生一個 叫abc的函數 這個abc這個函數 100 它可以找100以下的直數 1000 它就可以找1000以下的直數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其實沒有非常難嘛對不對 我只是 你只是要知道一下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 好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把 所有的語法打包進這個函數 之後就會非常非常方便 好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了解我們的意思嗎 好不過啊 當然要注意一件事情 有時候你會發生error 所以你要怎麼預防error勒 你預防error就是 這個maxx 它顯然不能小於2 對 它顯然不能小於2 就是 它如果 它必須要大於等於2 所以你一個 你就必須在你的函數裡面 加上if跟else 然後去把它組合起來 好這樣子 這個就是最後的標準答案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不試了 這個 這個我想應該是蠻簡單的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我們要做什麼 好 我們又要 使用 我們又要讀取資料 然後進行資料主理了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必須啊 首先你必須 在r圓裡面 我這邊首先教大家 我們已經開好這個rstudio之後 請你在右上角一樣啊 開一個new project 好然後 舉例來說我現在 開一個new project 叫tester好了 大家看一下我這整套動作喔 這樣子會比較 等一下那個 就是讀檔會比較快一點 我現在已經開了一個project 叫tester對不對 好請你在看一下 我們在 下 我們在文件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tester這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 是不是裡面有個 叫tester這個r的物件 它是不是就在這裡 所以只要我把檔案丟到這裡 我等一下讀檔的時候 就會非常簡單 那我們怎麼把檔案讀過來 來我們看一下 首先 請你下載資料嘛 這裡可以下載上週的檔案 然後下載下 下載下來之後 它應該會出現在下載這裡 好看到monitoring1了嘛 對不對 我們把它複製了之後 我們把它丟到文件裡面的test 丟進來 好請你看著 這裡是不是出現 monitoring1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它讀進來 欸非常簡單 就是這樣子就可以把它讀進來了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 因為我的檔案已經在這裡 所以我就只要打它的檔名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讀進來 RUN 好我已經把它讀進來了 那讀進來 來最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上禮拜我們就已經教過了嘛 我們要把 duplicate的把它刪掉 那把duplicate刪掉之後 這個data clean 它會只剩下26個 26個側站的資料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還要做什麼 好那我們剛剛已經學了自訂函數的功能 我們可以把這整個過程組合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 上面跟下面的差別在哪裡 上面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有一個關鍵 這個東西是會變的嘛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有很多個 類似這樣的檔案 我們把它變成file path file path整合出去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把file path整合出去之後 我現在有一個東西叫data pipeline 這個data pipeline啊 我現在是不是有這個data pipeline這個函數 我現在只要輸入 我現在只要輸入這個檔名 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我想要這個結果了 並且是有去掉重複的 你看信用國小不見了嘛 對不對 這邊本來是567 現在變5 直接換7了 對吧可以接受這件事情啊 好你如果可以接受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就來做一些更好 更好就是更好用的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啊 在這裡再下載一個檔案 好一樣下載了以後 你應該會在下載資料夾這裡找到它 然後把它複製到文件裡面的 txt裡面 好現在看著 你現在是不是又出現了Monitor2這個資料夾 資料了 你把Monitor1直接改Monitor2 就這麼簡單啊 好這是不是就是 7點的這筆資料了 而且它已經有去過重複了喔 它不是沒有去過重複 它有去過重複了 所以這樣子我這個Data Pipeline 這個函數是不是 非常的適合拿來整理資料 反正就是它們類似的檔案 我拉上來我就可以直接整理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啊 我們來把Data1跟Data2把它 一起把它做完 我們來看一下 好現在有Data1 clean 跟Data2 clean 好現在有個 我們現在有個問題啊 就是 我現在想要的資料型態應該這樣 就是 這個XX國小 它在第一個時間點 就是5點半的時候 它的空氣品質是多少 在第二個時間點 它的空氣品質又多少 對吧 可以了解我要的意思嗎 就是 這個是5點半的嘛 那這個是7點的 好然後 可是7點的第一家國小 是佛家國小 這裡是景星國小 這個好像 你如果要合併的話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的嘛 對不對 我們只有教過 cby的這個函數嘛 就用column把它by起來 他現在 這個 這個個案數也不一樣 這個 這個要怎麼合併 而且順序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 這邊教大家一個新的函數 這個新的函數叫merge merge這個函數可以根據 你指定的欄位 把它 一對一的把它對應起來 我們執行完這一行 我們來看看結果 好 你看到了什麼 來 大同國小 它在 X這個時間點 它在第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是有value的 它在第二個時間點是沒有value的 對吧 本來就蠻常有這種事情的 這個側站 但往那個 中央 那個氣象局傳data 本來都不是 每一個就是 什麼 大家都固定什麼 都這麼剛好都有傳 中間只要網路斷個線啊 或什麼有的沒的 它本來就會出現這些有的沒的事情了啦 好不好 所以說 你看這兩個國小 它是不是就沒有第二個時間點的資料 後面是有啦 後面是有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 這樣子 做完之後 我們可能還會覺得有一點討厭的地方是 其實 像經緯度啊 這些訊息 老實講是重複的 經緯度這些訊息是重複的 我有興趣的應該其實是裡面的這些用什麼 sd0啊 我記得是sd0 sd0好像是 我看一下啊 sd0應該是pn2.5的濃度 我有興趣的應該只有pn2.5的濃度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其實啊 我其實並不想要 我其實並不想要這麼多個資料 對吧 所以請你試著做一件事情啊 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在檔案 我們只想要合併sd0 sd0這樣一個 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吧 剩下的什麼 精度尾度啊 那些東西 其實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因為我只要有sd0這個東西 我如果可以合併 只合併sd0 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 逐 就是逐時間的變化 每一個 每一個側戰逐時間的變化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我們練習二給大家 做一個這個簡單的練習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怎麼做 好不好 我想就是 這題 關鍵就是 大部分人都有想到啦 那有一些人沒有想到的 主要原因 是 沒有搞清楚 merge這個函數 到底要做什麼 merge這個函數 它的input 一定要是個資料表 也就是data frame 一定要是data frame 那這個data frame啊 通常它至少必須要有兩個欄位 至少 至少要有一個是 索引欄位 這個索引欄位 可以是school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接下來 另外一個欄位呢 是你想合併的欄位嘛 好 所以說 其實你必須啊 要把這個 data1 clean 跟data2 clean 把它變成一個 兩個 simple的檔案 這兩個simple的檔案 它有沒有 關鍵的訊息 有 欸就是這個sd0嘛 對不對 它有沒有 索引 也有嘛對不對 這個school就是它的索引 Data2 sample也是一樣 它有沒有關鍵的訊息 有 它是第二次的資料嘛 對不對 那它有沒有索引 也有對不對 好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進行合併啊 那我們合併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 data1 simple 跟data2 simple 把它 對school做一個整合 這樣我就可以產生merge data 那我們來看一下merge data全部 好看到了嗎 大同國小 第一次第一筆 41 第二筆沒有 然後咧 這邊有一些國小 內湖國小 4240 仁愛國小 3739 好 依此類推下去 所以你注意到了 什麼事情 就是 欸我們其實 如果想要把資料做簡單的合併 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先做一些篩選的啦 那這樣後面的資料 我們看的會比較爽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把他的 colonance改掉的話 你可以用colonance把它改掉 好 這邊總共有三個colon 所以我可以用 我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欸 喔 這個 這個 因為我的物件叫merge data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把你merge data的 這個colonance把它改掉 好 這樣子以後 你要做的時候就會 就會很方便 好我想 我們今天 在這一個小節 其實主要就是 介紹merge這個函數而已 merge這個函數 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函數啊 你在做資料整理的時候 你非常需要他的幫忙 不然的話 你沒有辦法把多個檔案的資料 做一個串連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要交的 第三個小節 這個部分 大家可能要蠻專心聽的 這個部分比較難 好 他怎麼做咧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你要先下載資料嘛 欸 網路 網路壞了喔 怎麼不給我下載 欸 沒有問題啊 痾 這樣子非常麻煩 好了我跟你們講 你們用data 然後這個 cobility1 這樣子好不好 我把這個 我等一下去把這個 等一下我就把這個路徑改掉 好不好 你們用這個 這個連結 這樣應該也會下載下來 好不好 就是 把我的網頁的最後 把它改成data 然後斜線這個 好 那我可能之前連結沒有改到啦 我等一下就把它改掉 好不好 但是就是 這樣子看著喔 就是 我的網頁 然後打data 斜線 然後你再把這個檔名打上去 你應該就可以 你應該就可以看到了 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或者是 其實你這邊直接打data的話 你應該可以看到這邊很多 這個這個有用啦 啊當然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第一項 第一項這個 就是 就是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我們來下載這裡 把這個檔案 把它複製到 我們剛剛文件這裡 TEST 好這裡 好然後我們先把它讀進來 我們來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樣子 好你有注意到 這個檔案的格式是描述 某某人 他得了什麼病 N這個人得了CKD F這個人得了DM 他會不會重複 欸會重複喔 所以說 舉例來說像A這個人 他可能就 他可能就 得過很多病 然後我們來打開來看看好了 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 舉例來說像A這個人啊 他又有 這邊又有記錄他有DM 那後面又有記錄他有這個 DEPRESSION 所以說 我們想要把它整理成什麼樣的格式咧 我們想把它整理成這種格式 好就是 A這個人他有 糖尿病 有CKD 有DEPRESSION 有DM 有HTN 那B這個人他 可能HTN沒有 剩下都有 我們想把它整理成這種格式 好在開始之前 你們有辦法想像這個東西要怎麼整理嗎 你們可能會非常非常困難啊 你說 這個這樣的一個檔案格式 你要整理成這個樣子 你這個感覺差別是非常非常大了嘛 對不對 好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們 這樣的格式 我們 講成這樣的格式是有意義的喔 因為這樣的格式才 方便我們分析 我們可以很輕易的看到 A是有哪些疾病 B有哪些疾病 C有哪些疾病 那為什麼 當初要儲存成這種格式咧 而不是故意找大家麻煩啊 你可以這樣想 如果今天 你有興趣的 就是 今天 在醫院的系統裡面 你們覺得這個疾病的種類 可以有多少種 我跟你們講 我們就以這個 ICD-10的這個 coding來講 十幾萬種 你覺得 有可能儲存 A 然後這邊十幾萬個 初跟BOSS嗎 那十幾萬你也不好看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十幾萬你看起來會非常的困難 所以說 其實啊 正常來講 他應該要用這種方式記錄 他用這種方式記錄 然後你選出 你比較有興趣的疾病之後 你再把它轉成 你自己想這種格式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欸這種 我想這邊只想跟大家強調的件事 這樣的一個資料轉換 是非常常見的一個 就是 你可能以後會常常用到 也許啦好不好 那 那我們現在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先教大家如何做這樣的轉換 我不是要給大家一個函數說 欸就這麼做就可以了好不好 我們的核心函數 總共還沒有 加上Merge Merge也算是一個核心函數啦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20個嘛 對不對 那應該 之後也不太會再交新的啦 我們現在來看看 舊的要怎麼亂弄 好 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到 比較複雜的案例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我跟大家 我是直接給大家劇透啦 我們主要用到的函數 就是Length Levels 然後各式所有函數 跟Fore圈 大概就是這幾個 那你有辦法想像出 要怎麼把它組合出來嗎 你可能非常難想像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思路是什麼 我們的思路是 首先 我這邊有一個 我的目標是長這樣子嘛 對不對 也許我可以一個格子一個格子填 可是我問一下 這一個的 它是 它是一個幾乘幾的矩陣啊 它的 這個 它是一個幾乘幾 它是 它有幾個Raw 問一下大家 它有幾個Raw 跟什麼東西有關 跟人數有關 對不對 好 那請問一下 我要怎麼知道 這邊有幾個人 欸 把它先Factor 再Levels 那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它有幾個人 那 右邊是幾個Bin 然後加上ID嘛 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它有幾個Bin 那一樣 Factor Levels 跟Dance 對吧 搞了半天發現都是那幾招啊 對不對 好來 那所以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很幸運的啦 我們要先問它 是否 我們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我們要先問它 是否是Factor嘛 如果是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直接用Levels跟Dance的組合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要請你特別注意啦 請你要先轉成Factor才可以做 好 我們 如果 這個很幸運啦 那我們不行我們就先轉嘛 對不對 這個不會很難 好 我們首先 先把 Levels sample把它抓出來 這是 所有的 人 的名字 對不對 你們有注意到雖然到Z 可是實際上只有24個 中間有漏了幾個 這樣可以嗎 好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N sample是不是就是Lam's Levels Sample 好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24這個數字了 這個24是很關鍵的一個數字喔 是我們的 Number of Raw 新矩證的Number of Raw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接著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 Desease的數目呢 首先先把Levels disease先把它抓出來嘛 對不對 Levels disease 把它抓出來了以後 接著我們再來看N disease N disease就是4嘛 對不對 好所以說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最開始 我其實已經想好 我的未來的那個矩證 它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你腦袋裡面要先有一個清晰的認知 我們先不要 在寫程式之前 我們要至少這些關鍵資訊 我們要知道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四行是不是其實就在 擷取這個Data的關鍵資訊 然後我要產生新的矩證嘛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怎麼產生新的矩證啊 來 首先 你是不是可以把Matrix的全部都填0 好 我們先把它全部複製過來好了 來 看著一行行看 Matrix 這個可以產生一個新矩證嘛 全部都先填0 Number of Raw 等於N sample Number of Column 等於N disease加1 這樣子我們會產生一個New Data 這個New Data 現在長成這個樣子 呃 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雖然有 雖然還沒有辦法 我們再一格一格填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接著 Column Lens 我們把它改成 因為第一格 第一個Column 我們希望它是ID嘛 對不對 後面我們希望它是 有沒有A disease B disease C disease EasySlay推下去嘛 好 所以我們把Column Lens 改掉以後 我們再看是New Data 它現在這裡是不是已經改好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然後第一個Column 是填ID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New Data 裡面的第一個Column 我們把它直接填入Level sample 有沒有發現 每一個東西都有用到啊 也不是只有N用到而已 Levels也有用到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再看是New Data 看到了吧 ABCDL到Z已經有了 現在剩下的問題就是 我在這裡 我要填True跟False了 好請問一下 A這個人 他有沒有CKD 我要怎麼看 我要怎麼看他有沒有CKD 我 首先我們先要做第一步事情是 我如果要填這一行的資訊的時候 我要先把 原始Data裡面跟A有關的抓出來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這樣至少 我不知道怎麼用程式填 我好歹要知道怎麼用人填嘛 對不對 人填怎麼填呢 把跟A有關的資料篩選出來 怎麼篩選 來 看著 好 我這邊 我這邊其實應該要這樣子 Data 1 Data 這是原始的Data 對不對 我們應該是Data 的第一個 它等於等於 我們先 照苦工來好不好 它等於等於A 它等於等於A 那我是不是把 A跟A有關的 Data全部叫出來了 好 可是這個A是怎麼來的 這個A是 你在 New Data裡面的 這一個 這一個對不對 這一個是怎麼來的 Level Sample裡面來的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不是 可以換成 Level Sample的 第一個 這樣可以接受吧 Level Sample的第一個 你一樣可以抓出 這些Desease 這樣可以嗎 好接下來 那 你這邊1 我們之前就一直強調啦 你如果要寫成回圈 你一定要把 這個東西 提取出來嘛 對不對 我們把它改成I 這裡I等於1 好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抓出 第一個人的 Deseas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來繼續 繼續我們好像看 我們要怎麼做 來 我們有興趣的部分 只有疾病的部分嘛 對不對 所以說 來 我們這個A 我們索引完之後 它其實就不重要了 對吧 我們可以 再給他一個 索引 我們對Colin要索引 這樣我們是不是只留下了 A這個人的Desease 這個人 他有DN 有CKD 有Depression 有HTN 什麼病他通通都有了 對不對 好 那我要怎麼把這些資訊 換成TrueForce的這些資訊 怎麼換呢 我現在這樣看 我當然知道是True 對不對 我怎麼換呢 好像有個函數叫 %In% 對不對 這個%In%是拿來做什麼事的 左邊的東西 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所以我的左邊的東西 是不是LevelsDesease 好看著 這兩行的差別只有 前面多出了這些東西 好前面多出這些東西 LevelsDesease 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那當然以這一題來講 以這個部分來講 他當然是Tr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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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接著 這四個True 我是不是要填到這裡來 我要怎麼填 來 等於 New NewData 裡面的 第I個人 對不對 第I個人 然後第一個Column不要 這裡可以寫-1 或者寫2到5都可以 對不對 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把它填進來了 好看到了嗎 我第一個人是不是填進來了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應該不會覺得 應該不會覺得非常的困難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人怎麼填 那第二個人就這麼填 對不對 要不要把2這邊改2 好再執行是這行 我們來看一下 欸TrueTrueTrueFalse 欸這是對的嗎 我們來確定一下好不好 我們把這一個人的 這一個人的疾病抓出來 欸沒有HTN 欸真的沒有HTN 這邊填False了嘛 對不對 好 如果你一切可以推導到這裡的話 那你應該有能力把它包成一個回圈啊 好不好 請你完成這項工作 好 我們在這裡啊 我們今天 我們等一下就給大家練習一下 這裡我們可以給大家20分鐘的時間練習 那重點喔 不是包成回圈啊 你講真理都已經到這裡了 你要包成回圈 你要包成回圈 沒有那麼困難嘛 對不對 重點是 你要 理解前面我做的所有事情 根據我剛剛的思路 你有辦法重新 你已經看過我一次解答的方式了 你有辦法重新 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 好 我想要 就是 如果你要 再次了解這一題要怎麼做的話 我們 可能 需要 從頭到尾再做一次 就是因為 你直接把它包成回圈 那其實還是 該不會做還是不會做嘛 我們現在試著做一件事情啊 也就是 我們把它全部delete掉 然後我們從頭到尾再打一次啊 然後我們來看要怎麼做 好首先 我們先清空 然後按下run之後 這是 原始的基本資料 我們的目標 是要先產生一個新的矩陣 這個新的矩陣 它的 形狀 我們大致上已經有想法了 它的raw number 是 nsample 然後它的color number 是ndesease 然後頂多再加上id 這樣好不好 所以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先得到我們的 總共哪幾個人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levels levels sample 好等於 等於這個 就是levels 然後data裡面的第一項 好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總共有幾個sample了 好接著 level n.sample 它等於 length level.sample 好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幾個人了 好接著 同樣的東西 你可以複製 然後第二個 那這是desease嘛 好levels desease 好這樣子 複製貼上之後 欸你可以得到 levelsample leveln.sample 然後 leveldesease n.desease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嘛 好接著咧 接著我們要做什麼事 來 首先我們要先產生一個新的矩陣嘛 對不對 newdata 好等於 matrix 然後全部都先填0 好 nraw是多少 nraw是 n.sample對不對 ncolour呢 是不是 n.desease 好然後接著 我們 我們 這個還要再加1 好接著我們看一下 newdata 現在長什麼樣子 好它長的樣子跟我們想的是差不多的嘛 對不對 好接著填colonance 好它等於 id 第一個是id之後就是leveldesease 好我們再看一次newdata 好看到了嗎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接著 我們想要把id先填進去 那就newdata裡面的 第一個colon 我們全部都給它填入 levelsample 好這樣子我們的newdata 我們再看一次 它應該是完整了對不對 好接著我們再做一次喔 我們的想法是 我們要看 A這個人 他有哪些delese 那我們顯然需要先把data裡面 跟data裡面的第一項 屬於屬於A的 等於等於A的 這些人把 這些delese把它抓出來 那我們所需要的 應該是它的 第二個colon 對吧 這是我們要的delese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A是哪裡 A是什麼呢 A你是怎麼看的 你是看到的是 levelsample裡面的 第一個人 對嗎 可以接受吧 levelsample裡面的第一個人 好還是一樣喔 那接著咧 你可以把E把它改成I 這樣把它拉出來 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抓出 第一個人的delese了嘛 對不對 好然後我想看看 這個levelsdelese 它是否有出現在 它的後面 後面這些疾病裡面 都有 把這個結果 把它填入到 好 New data裡面的 注意 第一個raw 然後 2到5個colon 對吧 所以是 -1 然後 i 好 這樣子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我已經可以 我就可以把第一個 給它填完了 好 你這件事情知道了以後 其實你就知道 重複了只有這一行 我們可以用一個 4回圈 4i in 1到多少咧 n.sample 對吧 然後接著 把這個語法把它貼到這裡來 好那這樣子的話 全部執行 我們就可以得到 我們最後的結果了 好 這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那當然你可以用WriteCSV 之類的方法把它寫出去了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 今天這個課程 主要就是要教大家 這個資料整理的這個技術 那我想這個 就是 回圈這個 其實大家應該要非常熟悉的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透過鎖影跟回圈 還有一些簡單的函數 我們會做出非常多種不同的資料的整理 那我想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我看到有很多人其實自己有辦法做出來 那有些人沒有辦法做出來 可以留下來再稍微練習一下 好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